美股市场上最近一个不确定的黑天鹅事件 可能就是下月即将到期的美国债务上限问题 那么什么是美国债务上限问题? 国会如何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历史上发生的债务上限问题? 以及投资者如何反放债务上限问题呢? 新老观众欢迎订阅《钱从哪里来》 节目马上开始 美国为什么会有债务上限问题? 通俗来说,就像是汽车的刹车踏板一样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限制政府 无底线借贷的法律工具 当政府的债务达到上限 而国会不调整上限 美国将无法支付其欠款并可能违约 美国政府忌惮这一点 就会在花钱时量入为出 打个比方 就如同你个人有一张限额为五万元的信用卡 当你每月用它来买食品 日常开销 支付水电站单等 然而有一天 当你用完了信用卡的五万元额度 银行又不提高你的信用卡额度 问题就来了 你可能因为没能支付水电费 加你停水停电 没能支付上网费用被断网 再严重一点 你甚至可能因为没有支付房租而无家可归 更要命的是 你的信用破产 以后可能没人再愿意借钱给你 和你打交道 讲到这里细思极恐 美国若真的走到这一步 美股将会崩溃到怎样的地步 近一个世纪以来 美国债务的上限 已经被上调了一百多次 但过去一百次的支持 并不意味着国会下一次就会放行 目前美国的债务上限是 28.4万亿美元 市场普遍预期到10月中旬 美国将触及债务上限 美国众议院本周以220票 对211票通过一项 临时拨款和债务上限法案 以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的资金 继续运营到12月3号 同时暂停联邦政府债务上限 生效直至2022年12月 即允许美国财政部 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发债 根据立法程序 该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投票 并需在参议院获得60票以上 才能通过 但大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表示 不会投赞成票 意味着如果民主党 不能争取到十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那么债务上限 延期计划可能搁浅 如果两党间的政治僵局持续 或将导致下月出现美国历史上 首次的债务违约 知名评级机构穆迪表示 一旦美国政府真的无法按时还债 金融末日将来临 摩根大通也警告称 如果出现美国国债违约 美国信誉的损失 一百年内也无法挽回 美国财长耶伦直言 一旦出现债务违约 美国将成为永久性的弱国 美国经济将陷入自由落体的模式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公开表态 若美国债务违约 美联储不会提供任何保护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声称 及时提高债务上限非常重要 美国由此能够在到期时支付债务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若做不到这一点 就会导致严重的连锁反应 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损害 但他同时也指出 这并非是美联储需要考虑的事情 也不是美联储应该考虑的事情 鲍威尔解释称 我想我们都同意 美国不应该拖欠任何债务 美国应该在到期时支付这些债务 鲍威尔再次强调 没有人应该理所当然地假设 美联储或其他任何人 在失败的情况下 对市场或经济提供完全保护 美国财长耶伦在9月19号发文称 在上一届政府期间 国会在两党的支持下 三次暂停了债务上限 因此我相信 我们的立法者将再次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但他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避免违约的时间是几个月还是几分钟 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在2011年看到这一点 当时债务上限的边缘政策 将美国推向了危机的边缘 美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 股市严重低迷 导致了持续数月的金融市场混乱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的债务上限的问题 是2011年发生在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 当时美国国债已达14万亿美金 若无法提高债务上限 可能导致美国联邦政府产生主权违约 当时共和党极力反对加税 而民主党认为必须加税 导致债务上限问题久拖不绝 最后时刻 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在2011年8月1号 以269票对161票 通过提高债务上限 2.1兆美元 及未来10年减少政府赤子 2.5兆美元 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 在8月2号 以74票对26票通过议案 奥巴马总统签署 结束了债务上限的危机 当时美债已经出现了技术性违约 标普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 将美国的长期信用评级 由AAA下调至AA加 这是史上首次美国被评级机构 下调信用评级 美股倒指当天暴跌676点 出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 最大跌幅 跌幅高达6% 美股倒指在2011年8月5号缩盘 是11402点 8月8号黑色星期一 缩盘10726点 暴跌676点 并在第二天8月9号 最低跌至10401点 两天暴跌1000点 两天跌幅高达8.8% 若以今天的收盘来计算 倒指在34239点 相当于两天 倒指暴跌3000点 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国家违约 如达摩克利斯之鉴 悬挂在美国政府的头部 不过从历史上看 美国国会两党都会充分认识到 美国违约的风险 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 但也不排除 像2011年那样的 技术性违约发生 所以作为投资者 我们的操作应当是 当债务违约的期限 即将到期时 清掉自己的股票 以防备万一发生的 灾难性违约后果 因为即使到期 两党达成一致 也是和市场预期中的结果 股市不太可能大涨 而万一发生违约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 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小散户 可能是灾难性的 那使你即使想止损出逃 可能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最后 祝朋友们周末愉快 下次再见